关注过周星驰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偶像是李小龙 因从小受李小龙的影响 他自己的拳脚功夫也不弱 而为了向偶像致敬 他还经常在自己主演的电影中模仿李小龙的经典动作 李小龙用他的武术魅力影响了一代年轻人的同时 周星驰也用他的演技影响了不少人的青春 其中九球天后潘小婷 就是因为星野第一部抬球题材电影 从而走向抬球之路的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龙的传人的幕后故事吧 当年李修贤看出了周星驰的潜力 以70万的片酬与周星驰签订了十部电影的片约 可接连拍了几部周星驰始终没有大火 为此他将周星驰外租出去拍影片赚钱 可能是两人磁场不合吧 周星驰在外界期间 因与刘正伟合作赌胜一炮而红 这时李修贤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他将周星驰召回并跟风赌胜 拍摄了一部抬球题材电影片《龙的传人》 单看片名确实看不出这是一部跟风赌胜电影片 可他的剧情设定却与赌胜如出一辙 都是身怀绝技的年轻人 投奔亲戚到香港闯到 然后无意间上了赌局只不过一部是赌牌 一部是赌球而已 赌胜中阿星是靠特异功能取胜 而龙的传人中周小龙却是用永春棍法 夺冠赢回自家土地 影片上映后拿下2170多万票房 不仅位列当年香港票房第12位 更是被誉为香港最具体育精神的电影 然而绝大部分观众都是只看了电影 鲜少知道电影背后暗藏的幕后故事 龙的传人最早由侯德剑创作李坚富演唱的歌曲 后又经过张明敏王力宏的演唱 才渐渐广为人知 他是一种民族感情和民族精神的体现 而电影龙的传人指的则是李小龙的传人 影片中周星驰饰演的周小龙继承了师伯李小龙的遗愿 立志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众所周知 李小龙也是周星驰的偶像 由他出演的电影中经常会出现李小龙的相关动作 以此来向他致敬 这部龙的传人当然也不例外 比如最后周星驰 袁华 毛顺云 梁家仁四人 狂奏反派的时候 经典姿势 侧踢 抹鼻子 都有李小龙的影子 作为一部抬球题材的电影 周星驰在剧中的球技 也是被众人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 生活中信也除了喜欢李小龙打拳之外 其实也很喜欢打抬球 最早在1988年和真子丹合作的刑警本色中 以及之后的龙凤茶楼 一本漫画闯天下等影片中 都有他打抬球的表演 据说龙的传人中许多打抬球的戏份呢 都是周星驰自己完成的 因此可见 抬球功力 不容小觑 可即便周星驰技术不错 但和专业的抬球手还是不能比的 凭子李修贤把当时的斯诺克世界冠军 吉米怀特请来 各串了周星驰的对手 同时周星驰完成不了的动作 也是由他代替 展示出了许多专业级的抬球表演 之后回忆起这次经历 吉米怀特表示很愉快 并且还说 龙的传人是一部非常好看的电影 自己都看了几十遍 这部影片的播出呢 也启蒙了一位不得了的人物 据九球天后潘晓婷讲述 儿时看完龙的传人后 就被周星驰圈粉 影片中的一系列操作 让他发现了抬球魅力 尤其是周星驰与当时的斯诺克世界冠军 吉米怀特 对决时的一个舵干 让他大感惊奇 之后他自己也曾尝试剁干 在弄坏了三张台步之后 他才意识到 那是电脑特效完成的 他跟吉米怀特在电影的最后一场 终极对决的时候 有一个剁干 然后我就因为这个剁干 我在家里搓坏了三张台步 然后后来发现这个弧线 怎么也打不出来 这么夸张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电脑特技 除此之外 电影中周星驰与毛顺云 有一场亲密戏 拍了很多次才算通过 据说当时整个剧组的工作人员 都笑出了眼泪 特别是毛顺云在影片中的那句 你亲我我会大肚子的台词 再配上他呆萌的表情 惹得导演都跟着笑场了 龙的传人作为周星驰 早期的电影虽然有许多地方还不成熟 但与同时期的其他影片相比 也是足够优秀了 电影中的许多搞笑桥段放到现在来看 依然能让人笑个不停 龙的传人作为一部不错的影片 剧中不仅有精彩的台球特技 搞笑的桥段 还有许多经典的台词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句应该是 我这么年轻就已经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之后除了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外 我是无路可走了 而这一段台词仿佛也是周星驰本人的写照 喜剧巅峰早已达到 可至今仍无人超越 好啦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若有想了解的人物或影片 请在评论区留言 同时你也可以动动小手 关注我们哟 拜拜 by bwd6